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 美军印太总部近日发表声明称 美方敦促中方重新考虑在南海及其他地区 使用危险胁迫和可能导致升级的策略 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美方是不折不扣的挑衅者 搅局者 破坏者 制造不安全风险的 恰恰是美方及其盟友伙伴 他们的见机为中国当面海空域抵禁自扰挑衅 非法闯入中国领海或管辖海空域 恶意干扰中方正常的演训活动 不负责任的搞危险操作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严重危机双方人员安全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今年九月 美军侦察机约一千五百架次 赴中国当面侦察自扰 这充分说明美方是不折不扣的 挑衅者 搅局者 破坏者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虚假叙事 停止危险挑衅行动 严格约束一线兵力行动 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 依法依规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反击反制侵权挑衅行径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给您可以帮助